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福子论过 福子健的客人介绍另一个人去见福子健 那人见了福子健就像见了老朋友 无所顾忌 高谈阔论 有说有笑 那人走后 福子健对这位客人说 你朋友有三点错误 见到我笑是轻浮 交谈中不称师 是不尊敬老师 交往不深却无所不谈 是不懂尊卑贵贱见的礼节 客人却说 他见你笑是正直无私 谈话不称其失 是没有门户之见 初次见面无所不谈 是忠诚 同样是针对这人的言谈 有人认为品行高尚 有人认为品质卑劣 这是因为个人看问题的观点不同 看待一个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 也不要抓住问题的一面 就以偏盖全 要善于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因为每个人看问题都有局限性 只有综合各方面的意见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